近日真的是好事连连,先是谢南宣布怀二胎,后来是王祖兰夫妇宣布怀日,然后是郑佳颖,马上结婚,现在又是汪小飞在社交平台上诱晒幸福。 汪小飞在文章中更是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和自己在遇见大S之前的梦想给说了一遍,真是幸福的一家人,有着这样的家庭怪不得汪小飞的脾气,现在变得这么好,今天凌晨的时候结婚多年的汪小飞第一次说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和愿望,先不说别的,就冲着愿意与网友分享自己的梦想,也是值得点赞的。 汪小飞凌晨发文,声称,我以前就是朝外胡同里没人管的穷孩子,老老奶奶偶尔收留,许愿自己以后要好好学习,撑起一片天,还想找个好老婆生一双可爱的宝贝,结果上天还真的很眷顾,梦想全部都实现,该是自己的跑都跑不了。 小编看的汪小飞的这段话还是很触动的,毕竟从来不知道我汪小飞的小时候是怎样生活的,这也是她第一次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也可以称得上是很励志的。 现在汪小飞的愿望全部都实现了,不仅娶了漂亮的大S做老婆,更难能可贵的是大S的生孩子,可以成得上是初到以来第一次身材走行,只是这些远远比不上做母亲的心系,现在一双儿女在成长,姐姐已经上学,儿子爷爷经牙牙学语,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汪小飞的文章下方,清一色的全部都是夸奖和点赞,评论也是非常的正能量,许多网友表示,大S看人真的很准,也有人说努力就有回报,汪小飞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应得的。 当初脾气火爆的汪小飞在遇到大S之后,就彻底的将自己的坏脾气给盖掉了,这就是命中注定,在遇见你之后,我才是真的我,现在的一家四口,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汪小飞的事业很是稳定和成功,大S现在就是在家相夫,叫此很是美好。